音乐 同学们大家好 上次课咱们学习了AutoCED基本操作及应用 AutoCED平面图形的绘制 我们知道了AutoCED平面图形的具体绘制步骤 那么AutoCED平面图形的尺寸该怎么标注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AutoCED基本操作及应用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 就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 一个完整的尺寸标注通常是由尺寸线 尺寸界限 尺寸箭头 尺寸文字等四部分组成 尺寸线是用来表示尺寸标注的范围 它一般是由一个带有双箭头的单线段 或带有单箭头的双线段组成 对于角度的标注时尺寸线为弧线 尺寸界限通常位于标注尺寸的物体的两端 表示尺寸线的开始与结束 为了标注清晰 通常尺寸界限都是从被标注的对象延伸到尺寸线 对于线形标注一般与尺寸线相互垂直 尺寸箭头是位于尺寸线的两端 用于标记标注的起始和终止位置 箭头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AutoCD提供了各种箭头供用户选择 也可以用短化线、点或其他标记来代替尺寸箭头 尺寸纹字是用来标注尺寸的具体值 尺寸纹字可以反映基本尺寸 也可以带尺寸公差 还可以按极限尺寸形成标注 如果尺寸界限内放不下尺寸文字 AutoCD将自动的将其放到外部 下面我们通过完成一个图示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 我们来掌握AutoCD的尺寸标注方法 我们按左图所示的平面图形尺寸 给右图标注尺寸 具体标注尺寸的步骤如下 一是设置文字样式 二是设置标注样式 三标注线形尺寸 四标注圆的直径尺寸 五是标注圆弧的半径尺寸 六是修改圆的直径尺寸 七是修改圆弧的半径尺寸 八是保存文件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尺寸标注 首先是设置文字样式 点击样式工具栏中的文字样式图标 在弹出的文字样式对话框中 点击新建按钮 新建文字样式名为尺寸 选择字体及其他选项后 点击应用按钮 再点击确定按钮 完成文本分格的设置 二是设置标注样式 点击样式工具栏中的标注样式图标 在弹出的标注样式管理器对话框中 点击新建按钮 创建新建标注样式名为国标尺寸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点击文字选项卡 选择文字样式为尺寸 点击主单位选项卡 设定精度为0 比例因子为1 点击新建按钮 创建新建标注样式名为国标尺寸水平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文字选项卡中 将文字对齐设为水平 返回到标注样式管理器对话框 将新建样式国标尺寸置为当前 点击关闭按钮 完成标注分隔的设置 选择当前层为尺寸 右键点击工具栏侧面空白处 勾写标注工具栏 三是标注线性尺寸 点击标注工具栏的线性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一指定第一个尺寸界线圆点或选择对象 我们拾取左下方圆的水平中心线 二指定第二个尺寸界线圆点 我们拾取左上方圆的水平中心线 三多行文字M文字T角度A水平H垂直V旋转R 我们移动光标至适当位置 点击左键标出两圆的中心距 重复上述方法 我们标注出其他线性尺寸 四是标注圆的直径尺寸 点击标注工具栏的直径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一选择圆弧或圆 我们拾取点化线圆 二指定尺寸线位置或多行文字M文字T角度A 输入T并回车 三指定第二个尺寸界线圆点 我们拾取左上方圆的水平中心线 四输入文字默认值为圆直径60 我们输入百分号百分号C60 并回车 重述上述方法标注出其他圆的直径尺寸 五是标注圆弧的半径尺寸 点击标注工具栏的半径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一选择圆弧或圆 我们拾取左上角的圆弧 二指定尺寸线位置或多行文字M文字T角度A 我们拖动尺寸限制合适位置 单击左键 三指定第二个尺寸界线圆点 我们拾取左上方圆的水平中心线 六是修改圆的直径尺寸 首先我们要点击修改工具栏的分解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选择对象 我们左键选择左下角圆的直径尺寸 点击右键确认 其次 点击修改工具栏的删除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选择对象 左键选择左下角圆的直径尺寸数字 Find26点击右键确认 第三点击绘图工具栏的直线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一指定第一个点 我们捕捉左下角圆的直径尺寸线右端点 单击左键确定直线起点 二指定下一点或放弃U 我们沿水平方向向右右移光标 在合适位置单击左键确定直线终点 按ESC键结束直线命令 第四点击绘图工具栏的A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一指定第一角点 我们在新绘制直线上方 适当位置单击左键 二指定对角点或高度H 是对阵钉钩 航距L旋转R 样式S宽度W蓝C 沿水平方向向右右移光标 在合适位置单击左键确定终点 在出现的方框内输入 4乘百分号C26 即显示4乘526 点击右键确认 七是修改圆弧的半径尺寸 首先点击修改工具栏的分解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选择对象 我们左键选择左上角圆弧的半径尺寸 点击右键确认 其次点击修改工具栏的删除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选择对象 左键选择右上角圆的直径尺寸数字R20 点击右键确认 第三点击绘图工具栏的直线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一指定第一个点 捕捉右上角圆弧的半径尺寸线左端点 单击左键 确定直线起点 二指定下一点或放弃U 我们沿水平方向向左左移光标 在合适位置单击左键确定直线终点 按ESC键结束直线命令 第四点击绘图工具栏的A图标 命令输入区提示 一指定第一角点 我们在新绘制直线上方适当位置单击左键 二指定对角点或高度H 对阵钉钩航距L旋转R 样式S宽度W蓝C 我们沿水平方向向右右一光标 在合适位置单击左键确定终点 在出现的方框内输入R20 点击右键确认 8是保存文件 检查全图的尺寸标注 确认无误后 点击保存图标 存储文件 本次课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